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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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拷問一下那個登節啊 怎麼會這麼多人在這裡 登節長 那麼媒體出現在不公開行程 柯文哲要前往基金會 門口就貼著八百壯士臨時會所 難不成是要來談年金議題嗎 那年金有關係 那個不是主題 女排的一隊 就拜託那個四萬樂隊的隊長 來訓練那個高中生 原來是要來感謝 對世大運的協助 跟八百壯士無關 柯文哲還很堅持不回答其他問題 今年台北登節差點開了天窗 好不容易風光落幕 又傳出得標廠商森林 遭北市府扣錢爆發糾紛 都是有分三期的款項 那前兩期呢 就是都已經有給付給三零支店了 那第三期呢 也是就是到最後驗收的部分 七月十二的時候 繳交進來了 大概月底前會完成所謂的驗收 還是開幕的採接活動 拿上了我們的指揮棒 都親自參與規劃 傳出因為登節虧損百萬 建立公司你怎麼虧要錢 至少我們還是在做出現計畫 公益的活動 阿福不說自己虧了多少錢 表示自己只負責登節策展 沒有參與結案報告 有沒有扣錢得問森林 而且還強調森林跟市府 準備開協調會 要讓事件順利落幕 三立新聞 吳成斌 陳建廷 台北報導